1月26日消息 据报道 美国汽车安全监管部门本周二表示 他们从特斯拉收集了更多信息 去年12月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就开始对2017到2022年生产的Model S Model X Model Y和Model 3进行了初步评估 以了解这些汽车上的乘客游戏功能 是否会分散驾驶员经历 增加事故风险 他们已经证实这项功能自2020年 就通过配备乘客游戏功能的车辆提供给用户 在此之前 NHTSA希望获得与该功能相关的所有碰撞记录报告 并要求特斯拉提供一份事件、编年表和研究报告 以支持其对使用车载设备 进行前排非驾驶相关任务的风险评估 该机构还希望获得游戏运行与驾驶员干预措施或主动安全措施同时运行的数据 针对NHTSA的调查 去年12月底 特斯拉便回应称 不再允许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运行电子游戏 特斯拉表示 该公司通过一项软件更新锁定了乘客游戏功能 使之无法在车辆运行过程中使用 但该事件还是引起了美国汽车安全监管部门的注意 不知道特斯拉者会又要面临怎样的风波